HELLO 蕎豹的粉絲們 大家好 我是胡宇 I'm back 這次是在紐約電影節 亞洲電影節 要宣傳我們邯鄲等中性 邯鄲本身就是一個習俗 就是如果你有宿罪 求財 或任何的意願的話 他都希望用鞭炮去炸你身體 讓你很火熱 我這個角色 林正坤 他本身是一個很有希望的一個女孩子 模範神明 他很會讀書 又很乖 又很體貼 為家人想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遇到不該遇到的人 讓他的生活都180度的轉變 轉變的人就有兄弟情 兄弟情之後 當然就要多多看 才會知道結局是什麼樣子 老闆 我要賣這台破銅爛鐵 你說不說啊 在威脅我嗎 對我來講 這部電影是一個大突破的 因為跟以來完全不一樣 是相反的 這個經驗 對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抽菸的過程 從來不抽 就是要訓練抽菸 在那個台角上 讓那個煙火去炸 髒話也要學一些些 要不然我基本上很少用台語講髒話 叫我爸 這個髒話怎麼講 你罵 我聽一下 我選你 有 他是說有 有有有有 再多一點那個氣勢 覺得也要曬 側皮要曬黑啊 每天早上都到我們那個飯店的頂樓 然後擦那個注塞劑 吸一下太陽 很快就其實黑 就會很容易黑黑了 但我覺得黑也不錯 線條更明顯 覺得 嗯 蠻Man的 然後又要去回收場 收垃圾 我會打電動嘛 然後打電動其實基本上跟那個 開那些車一模一樣 對我來講 Lucky Me 後回殘 不想 早就不想拍 沒有了 應該是說 我覺得回頭看啊 我真的還蠻榮幸的 真的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能拍喊單 因為這也是讓我一個 有一個好好的機會 去讓大家看到不同樣的胡語味 很多粉絲看了九刷 十刷都有 他們都說 其實看的蠻過癮的 也是希望以後的角色也是往這個方向走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也是可以再讓我更突破 可以讓我更清楚 我的極限可以在哪裡 那你現在覺得你第一個機線可以到達這邊 到我三點那邊就一定停 兩點可以 到我第三點就不信了 目前也沒有特別想 就是覺得可以反派啊 或者就是殺人魔啊 沒有那麼安全的安全範圍內外一些些 不要亂吃主要 You are what you eat That's it That's simple That's my motto 第二個是 你如果能運動的話 就多多少少去運動 保持心態 從外到內都要真正的好好的保養 我的子女 Kairi 她超可愛的 有時候她一直哭哭哭哭 唯一的可以讓她停 我覺得最神奇的 我妹妹她還記得怎麼唱 妹妹背著羊娃娃走到花園來看花 那兒歌 她一唱這首歌給Kairi的時候 她只要一聽到這首歌 停 我們去哪裡啊 她也會帶啊 我要坐後面 然後我陪Kairi 然後她真的哭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我受不了 妹妹背著羊娃娃走到花園來看 她妹夫不懂中文都會唱了 現在還蠻厲害的 佩服 我嗎 當然啊 這肯定要啊 我覺得就是 見到我 我子女 然後我身邊朋友都在生了 天啊 我現在的心態就是先 工作 穩定 安穩的 什麼都有了之後 再有下一個就是家庭 那個是比較重要 我的願望我都差不多忘掉了 有新的願望啊 還是要買好的方式 最近聽到我要買的地方 有小地震 有點害怕 就可能就是真的 陪家人比較多 目前還不知道 但有什麼消息 一定會 可以做到Post上Facebook 或Instagram 微博都有 生日我現在都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的需要過 比較Mature了之後 發現生日就是一個日子 你要怎麼過你每天也可以過得很像你Birthday一樣 有丼飯 滷肉飯 豬五花 越南河粉 包水餃 說速度包得最快了 而且都是瘋瘋正正的 老實說 家人會問 但是也不會吹 反而是身邊朋友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結婚呢 我們都已經生了幾胎了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結婚 老實說我就是被工作綁住 安安斯奈美惠他黑黑的 我蠻喜歡的 但如果說心態的話 只要能跟家人一起共同相處 很好聊天開朗 也蠻會搞笑的話 其實那是最棒的 有時候我會想 我今天要PO什麼 今天有沒有真的沒有幹嘛 我真的要PO什麼 PO我在腳上 我在PO我的腳 踏上階梯 然後話題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Hashtag什麼 Foot Steps 我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會卡住 有時候會卡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